台湾车迷期待了好久,台湾福斯汽车即将引进纯电修旅ID4以及纯电跑旅ID5,其中ID4 Pro使用后驱马达,输出功率达286匹马力,ID5GDX纯电跑旅则采用四轮驱动及双马达配置,可爆发最大340匹马力。 而台湾福斯汽车与经销商合作伙伴携手投资超过5亿新台币,首座极速充电站于Volkswagen中立旋风展示中心正式启用,供应360千瓦超充功率,并且配备CCSE和CCS2双枪规格,这样的极速充电站也会开放给所有品牌的电动车充电使用。 极速充电站从中立作为起点,将陆续于全台Volkswagen指定展示中心进行建制,目标完成14座低系快速充电站,搭配相关供应商超过500个充电服务据点,提供车主便利的电动移动生活体验。 Volkswagen Taiwan极速充电站设有先进太阳能光电屋顶,主体建筑侧板照明彩蓝白光切换,搭配纯白充电机座相当具有时尚感。 整体计划除了在14座经销商设置低系快速充电站,也将结合集团电动车充电网络中超过50座充电站大幅强化覆盖范围,此外借由整合超过10家电动车充电营运商,达到云端充电漫游机制,福斯车主可自由造访全台超过550个充电站,同时Volkswagen车主未来更可透过MyVolkswagen App的全新整合,从找寻充电站,开始充电,监控充电状况到完成交易,都能一手掌握且快速完成,成为车主的可靠智慧助理, 和行车伙伴MyVolkswagen App智慧互联服务的升级,除了即将上线的充电漫游,车辆管理系统,全新推出的ID情报站,LINE线上智慧助理,让电动车车主可以收到互动内容或服务的即时通知,您是否也同样期待台湾福斯所引进的纯电车系呢?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继续支持猪猪哥来聊车,我们下次见。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,这不是药,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,90天青春有感计划,拥有弹性美肌,超级easy,输入推荐代码,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咯。 搜索中天车厂加,付出输入atcticar,就是cticar,就不找到我们了哦。